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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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檸檬三文魚的魚扒 做這個魚扒首先要兩塊三文魚 其他材料有牛油、黑椒和鹽 意大利香料和檸檬 這個檸檬是需要兩個部分 開始是黃色的皮 然後是裡面的汁 這個皮其實已經很香了 可以聞到 要把它剁碎 要剁碎是有很好的方法 這樣呢 是不是這樣 這把都是圓的 所以很容易 很厲害 我們把檸檬切一半 所以要用裡面的汁 所以要用裡面的汁 接下來就是要把所有的東西 放進微波爐溶氣 把它放進去 是不用切的 不用切的 這樣呢 就把所有的東西滲上就可以了 所以先鋪那個牛油 不用塗 你鋪上就可以了 它會融化的 再加些黑椒和鹽滲上去 然後呢 放一些意大利香料 意大利香料呢 你可以買一些綜合性的意大利香料 寫著Italian herbs 或者Italian spice 它就融合了幾種不同的香料 放在裡面 就方便一些很爛的人 不知道要選一個 你買一瓶 裡面又有幾種 我自己再加了一些 這個長長的CCD 是叫Rosemary 接著呢 我們就把檸檬汁 擠在魚扒上面 我們就可以放到微波爐那裡焗的了 首先要先蓋蓋 就讓它有一個洞可以通風的 可以蒸的熱的話 就可以流出來 那我們就放到微波爐那裡 定四分鐘的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上點了 是很簡單的 因為我們的容器太深了 所以我滑的時候 就滑到耳朵散了 一個很香的牛油汁 還有很多香料的 香味的魚 那就 四分鐘就做 耶 那在吃之前 一定是 Sam和觀眾分享一下 有什麼提示呢 其實這個菜呢 是很容易做的 所以把東西撒上去 然後叮一叮就可以吃 所以幾分鐘就有一個魚扒 那這個呢 就可以方便到 其實你可以在辦公室做的 首先把魚 和乾的牛油和乾的香料 撒上去 然後那個檸檬汁呢 就不要再擠 我吃之前擠上去 然後才去叮一叮的味道 所以你在辦公室那裡 會有很香很香的味道 那些同事肯定很妒忌 其實我現在已經好餓了 等一下 趁它熱了 之前我先來試吃一下 肉是很結實的 還有很有咬的 那我就要試一下 我最喜歡吃的魚皮 喔耶 它呢 是有點酸的味道 因為 加了檸檬汁 但是呢 它有很香很香的三文魚味 酸鹹的搭配 其實是挺神奇的